这是我儿子跟我说的 他说他很喜欢看我们夫妇拥抱 说父母亲的拥抱 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 这是他说的 我想一想也蛮阿闷的 我成长的背景 我就没有看过 我爸爸妈妈两个人拥抱 是 后来我信主读到以色亚书46章3到4节 那里说雅各加以色列 神说自从你们生下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 直到你们年老 我仍这样 我仍宝宝 我仍怀揣 直到你们法白 是 所以我跟惠妮结婚以后 我就很喜欢抱她 因为我比较主动 所以我抱她的次数都比较多 不是说她不抱我 她也抱 但是我就比较在先机 可是每一次她抱我的时候 我也真的觉得像是个男人 很有这种优越感 感谢神 对 那记得有一次我们就一起从南非回台湾 飞机刚降下我们入境之后 走到那个电动手扶梯 我就很本能要抱她 她就把我阻挡 她说我们现在回台湾 这样子抱 可能在大庭广众之前不太好吧 我听一听我也阿闷 她说要抱我们回家抱 好 感谢主 对 那我就 讲到拥抱的时候 就想到小时候 孩子大概六七岁吧 更小一点 我们每次两个人一拥抱的时候 他们就会钻到我们两个人的 那个脚中间 对 一个抱我 一个抱师母 哇 然后踩在我们的脚背上 那我们也很享受 就把他们抱在圈袋中间 就一直抱 他们就一直会笑 会很开心 是 对 这个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 那我们每次被他们看见 他们就钻进来 可是还是中国人呢 现在孩子慢慢长大了 都二十几岁了 他们现在会主动要来抱我 可是反而变成 我不太习惯 特别是每一次一回来 看到我就张开双背 然后要离开的时候 又要给我抱一下 对 所以我刚才讲了 就是我儿子跟我说 爸爸 跟你拥抱 让我感到有安全感 被接纳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 我抱他也觉得挺光荣的